夏威夷 我覺得夏威夷是一個度假聖地吧 尤其是這裡最盛行的一個運動 就是Surfing 衝浪 從第一天到達夏威夷機場開始 整個人感覺就是非常的放鬆 然後也利用了很多的週末 到了各個浪點去衝浪 因為這個工作是因為來夏威夷 所以我才來做的 夏威夷當然好玩 其實很多年前來過的 但是這個地方是 我想不只是遊客來 如果對於喜歡滑浪的人 是一定要來這個地方 在我們拍攝的空檔 大家就會一起去衝浪 去吃東西 去買東西 所以整個人一起的氣氛很好 而且我在這裡學會了衝浪 第一次在這裡衝浪 大家知道我來拍這個電影 都非常興奮 因為我從來沒有來過夏威夷 然後小時候夏威夷 感覺上就是 杜碧月才能去 或是抽獎抽獸才能去的地方 然後來了一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之後 覺得這邊太漂亮 這邊的天氣 這邊的沙灘 這邊的比基尼 這邊的任何東西 我都太喜歡 請請問問 經常會去爬爬山啊 淺淺水啊 這樣的魚 長得五顏六色的 特別帥 還有那種大嘴巴 小尾巴的魚 還有海龜 因為它這邊很多的島是火山 這邊的島都是火山做出來 這邊的山很高 然後這邊的太陽很亮 然後人非常親切 每個人看到你都會跟你打招呼 然後每個人在路上 你只要看到他就這樣 阿羅哈 這樣對著每個比 然後每個人都是非常親切 會回應 因為通常在我們自己身處的城市裡面 可能也許是因為工作壓力 或者是家庭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人走在路上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們沒有什麼笑容 他們可能走路是像這麼急促的 就是很急 在找什麼事情 在夏威夷 每個人的步調 走路的方式都很緩慢 然後每個人都很開心 男女朋友走在街上都會手牽手 帶著小孩 他不僅僅只是有開發一個觀光區 可是他還在許多不同的地區 都還是有一些很特別的小鎮 你也可以在他們的市中心裡面 看到很多很多像海盜阿 或者是英國人阿 法國人西班牙人 他們殖民過的痕跡 就是摻雜著很多很多的歷史 這一次是一次很棒很棒的經驗 能夠在一個這麼好山好水的地方 然後拍一個這樣子有趣的題材 所有事情都可以拋下 我只要躺在沙灘上面 就看著海 就非常美好了 而且我覺得我的肺非常的乾淨 現在被洗涤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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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